我特喜欢下午的阳光 本来早上想说 但是沙和尚把今天的名额给占用了 怎么叫把今天的名额给占用了 就是微信公众号 每24小时只许发一条 今天沙和尚犯病 一早上就把6月6号的给发了 本来我6月6号我想说话 为什么 因为6月6日是诺曼底登录日 叫D-Day D-Day 我穿上件衣服 尽管我在我屋里边自己逗逼逗 但是不穿上衣 老有好多文明人士 说你怎么光着网子 这是王高有王毅帖给我的衣服 他这衣服 这衣服诺曼底 诺曼底登录日 穿上也挺有意义 这衣服就有点厚 有点厚 他叫一个也不能少 张一谋那电影是一个也不能少 今天是诺曼底登录日 诺曼底登录日是什么呢 是人类进入大航海之后 开始还都是风利 后来以后有了气轮机 就是瓦特那个蒸汽机 又叫蒸汽机 后来出现了内燃机 内燃机就更高级高级了 内燃机是柴油的汽油的 人就是进入了机器船 机器的时代 所以人类经过工业革命 就把整个世界进入了工业社会 一说人类的社会老都是最早的原始社会 我们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什么什么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什么什么 但是从以生产力为一看 就是自然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 英国是最早爆发政治革命 就是大宪章啊 然后宗教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国家 如果说没有以前的宗教革命跟政治革命 也不会有后来的工业革命 因为工业革命仅仅是技术吧 而前些东西是ideal 就跟前边我说的那些政治革命是大学 而这个瓦特征绩期是技校一样 德国人把教育分成两类 一类是大学教育 那是人要学习哲学 所以德国有好多哲学家 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 我们崇拜的马克斯恩格斯 都是哲学家 德国人精通音乐和数学 眼帘人好思考有逻辑 所以他们有哲学 他们认为他们的哲学好 安格鲁萨克逊人也认为他们的哲学好 双方就竞争 竞争有农业的竞争 工业的竞争 后来到文化的竞争 到1936年 美国人就建了一个杂志 叫Life 生活 我这有一套生活杂志的书 中国版的序言是我写的 我不记得在哪了 在我书架上 一套是几本 是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的 我不记得C哪了 我就特烦 人来我屋里边 替我整理我的书架 结果他就把我东西全他妈给弄乱了 这点是我他妈深恶痛绝 深恶痛绝 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本来我是一摸就能摸着的 手欠 真他妈讨厌 还有好多喜欢的我的人老要到我这来找我 找我我就特怕碰我的书 我的书都是我充满了我逻辑的 你只要一动 我的逻辑就被变了 你看那些东西扔在那我不动 但是充满了我的逻辑 我那本是跟世界的眼睛在一起的 世界的眼睛也是我写的序 世界的眼睛 还有就是三本叫生活的什么东西 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的 我就不找了 纳粹德国呢就为了跟自由的美的抗争 我在这儿呢 生活杂志摄影师访谈录 之一之二之三之四 哎怎么是 之一之三之四 之二没了 应该是四本呢 少了一本 我印象中还是有的 所以这本书就不该挪到底下来 还有一个叫世界的眼睛 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世界的眼睛是讲麦格南图编社的 嗯 我那些都是放在一起的 这书是他妈读的 是有逻辑的 不是摆那看的嘚瑟的 有那傻逼买好几乌书 啊 整条线全直接宣誓 说他是读书的人 我那书不是啊 读书我不是长相 我长相是道场 所以我就说我没立场 只道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只管它叫第二次世界大战 嗯 World War II 但是好多人都给它贯之于美丽的词早 比如 我们上学的时候叫 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为什么叫反法西斯战争呢 说二次大战以前 全是帝国的战争 全是反东的战争 但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截 就具有了正义性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 反法西斯战争 反法西斯战争 为什么叫反法西斯战争呢 因为法西斯有两个特点 对内残酷镇压 对外发动战争 啊 就是希特勒 穆斯里尼 东条英基那些人 嗯 由于苏联四大林 一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二加入了反法西斯的战争 所以致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截具有了正义的意思 苏联干脆更臭 干脆更臭不要脸 把自己的战争叫伟大的卫国战争 比我再大十岁的那些人 嗯 什么范小光杨小平 他们那时代 干脆就跟着苏联一起 把苏联的侵略战争 叫伟大的卫国战争 啊 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时候书上都这么写的 联工部党史就这么写的 啊 比如什么保尔克查金 我这有这个啊 就红军的这个帽子 最早的其实是乌克兰的帽子啊 乌克兰的帽子 是内 乌克兰帽子是哪来的 是蒙古人的帽子 这是毡子做的 保尔克查金就戴的这帽子啊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苏联这个国家呢 是俄罗斯民族自古以来 就是崇尚扩张 特别看重土地 所以到现在 啊 叫什么 人者爱山 智者爱水 你看俄罗斯那土地特别大 为什么特别大呢 他就喜欢占人家的土地啊 而且都是 占我们的都是一百多年前吧 啊 我就不说了 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 比这还早 就是苏联发动了 入侵克里米亚的战争之后 我就讲了一讲 讲了一讲 我那单位的 啊 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给撤了 说你不要再说这件事 啊 如果你再说的话 你 你 就 啊 我就不说了 你们都懂 是吧 就让我把这篇给撤下来 嗯 我就被迫给撤下来了 嗯 还有没撤下来的 啊 虽然撤下来了 但是有人还看到了 啊 最著名的看到这人呢 这人叫老聂 聂胜哲 嗯 他是跟我不一样 我是口力劳动者 就靠舌头 他是真正有实际行动的 他立刻给乌克兰捐了十万英镑 我这人小气 啊 不像他们有钱 全世界支援去 我一听说把中国人钱一下 给乌克兰十万 我心里边十万英镑啊 我就抠门了 倒闭刀 我说老聂啊 你给他还不如给我买酒呢 其实我也不能喝酒 老聂一听认真了 嘿 就开始给我 给我送青岛啤酒 为什么青岛啤酒呢 青岛啤酒的老板 是老聂的哥们 老聂我们俩三十四年没见过面了 老聂以前 老聂是江苏人 苏州的 跟我是老乡 老聂就继续给我送各种青岛啤酒 青岛啤酒 我说你老给我啤酒 还不如给我吃的呢 哎 他就给我好多些生猛的吃的 其实贫僧吃素 我就说老聂啊 你给我那些虾 我吃还得包皮 你还不如给我油闷冬笋呢 老聂就又改给我寄油闷冬笋 说这人多事儿逼啊 其实我这种事儿逼的人 我现在自己想想也特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读书不多 口力劳动者 嘴还欠 但是有一个长处 就是没有立场 只道场 所以我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没立场 只道场 我所说的那些事儿呢 都是我在一手采访来的 我认为我是中国最优秀的记者 啊 所以那个管我退休金的 让我把哪个撤了 让我说哪个 你他妈是胡说八道 是吧 你也没到场 你这辈子也没当过记者 你凭什么来指挥我 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这件事特别让我耿耿于怀 嗯 今年是2023年 明年是2024年 明年就是诺曼底登陆 80周年了 我有幸 50周年 60周年 70周年 都跟我有关啊 50周年是北京电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做过一节目 那个节目叫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嗯 我看那个东西是 嗯 对 在这 在这 嗯 你看这个 这是伟大的第二次七杀大战 结束50周年的时候 我跟北京电视台 做了一个系列节目 啊 上边这是铜的 这是张画 啊 哥尔尼卡 就是毕加索 那个反战 底下你看写着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唐世增先生 诺曼底登陆50周年的时候 我主持了这个节目 啊 诺曼底登陆 60周年的时候 我就到场了 啊 到场 不但到场 我老是说 我和女王和美国总统 和普京差一板砖的距离 我有照片为证 嗯 你看这张照片 是2004年 6月6号 诺曼底登陆那天 我拍的 嗯 女王 女王的爷们 法国总统 美国总统 小布什 普京 你看占中间 哎 但这普京 啊 他不珍惜 人类反法伊斯 二次世界大战 卫国战争 啊 不 不 不珍惜人类的成果 不珍惜 啊 大西洋宪章 啊 嗯 啊 你看这还是小布什 普京还是 人物人物的作词 过了十年 诺曼底 70多年的时候 哎 就2014年的时候 我又到场 女王 女王的爷们 是吧 美国总统 换了奥巴马了 普京就被挤到边上来了 啊 边上挨着德国 德国女总理了 为什么 这年 他开始 啊 吞并了乌克兰 吞并了克里米亚 哎 结果把欧洲给 把欧洲给惹翻了 啊 你看这是 女王 女王她爷们吧 是女王她爷们吧 啊 奥巴马 普京就给挤到这了 挤得紧挨着 啊 已经过去 诺曼底过去70周年了 也不仅不存在战胜国 战败国了 他们都是信耶稣的 他是东正教 啊 德国是天主教吧 啊 你看 普京跟这个德国女总理 挤到一起去了 啊 中心是这儿 是奥巴马 嗯 为什么 因为他靠武力 占领了 嗯 作为一个记者 读书 作为一个记者 到现场 他应该把他看见到真实的事 告诉他自己的国家 我是这么做的 嗯 2005年我出了一本书 叫我的诺曼底 就是讲的这些事 啊 以后呢 书不好印了 我就在我的微博 啊 在我的西瓜 啊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都是我的实名啊 我都在那边说我真实的话 不像好多傻逼 记不到场 还老挑事啊 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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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着 怎么着 忘忘忘忘忘 忘忘忘忘忘 就跟我的狗似的 我狗在 我说话的时候 他不都不 汪汪汪汪汪 他都不瞎说 是吧 哎 我的狗 我这太黑了 这太阳了 一下山 房间马上就黑了 嗯 呃 明年的今天 将是 诺曼底八十周年 我不知道法国还邀请 不邀请我 啊 那个 啊 因为我 我 呃 前 呃 五十周年找我的时候 我是新华社记者 六十周年 呃 请我的时候 我是替外交部的世界博览杂志当记者 七十年代请我的是优酷 请我当记者啊 明年是诺曼底八十周年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请我去当记者 去参加伟大的诺曼底登陆八十周年 今天上午 那个叫雪阳 嗯 王 什么雪阳 我还不知道 啊 但是北京住国澳村那儿 这小孩在德国慕尼黑工作 今天在微博上那儿给我留言 他在法国诺曼底 跟我说 希望我明年在卡昂见的 卡昂就是诺曼底的那个首府吧 火车站所在的那个地儿 我说是不知道明年有没有人邀请我啊 派我这个退休老头 没立场只到场的退休老头 前战地记者去参加诺曼底八十周年 我参加伙曼底八十周年 我参加伙曼底下过五十六十七十 明年是八十啊 啊 实际上给我买机票 让我继续住酒店呗 嘿 说到这些战战慌慌不好意思 都满头汗 是吧 说惯了真话了 一说一说求人的事 嘿 就大汗淋漓 急出一头汗了 嗯 这是我参加诺曼底七十周年的证件 七十周年的证件 这是参加诺曼底六十周年的证件 这些证件都褪色了 老兵不死 老兵紧紧的 被人遗忘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嗯 我很高兴 一年半以前 我 关于乌克兰那些预言 是正确的 啊 不但是正确的 我还影响了王高友 啊 他们 弄出这样的背心来 而且老孽 出手大 一次就给乌克兰十万英镑 嗯 我现在都耿耿于怀 给乌克兰支援他十万英镑 哎 还不如给我买啤酒呢 哎呦 看我热的这些汗 汗战战惶惶 汗出如江 我再试试 你 谢谢大家